OMG這蠻可怕的 不然就是去外面拍片沒有在記憶卡 啊我就怕被罵 C442 八婆FaSys 嗨大家好我是妮玄 我是楊楊 我們今天呢 來幹嘛 又要來對決 上次我們對決了Google跟Siri 講笑話 所以呢這次 教我們講鬼故事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講鬼故事 會講鬼故事嗎 我是沒有聽過啊 但是我聽過Siri的一些鬼故事 就是他在沒有人的狀況下 他自己出聲音 喔是真real的鬼故事 是真的鬼故事 可能在很安靜大家都沒講話的情況下 至於接收到某些聲音 然後回答了大家 不是我們今天不是這種 我們今天不是這種 今天不是靈異影片 所以蠻可怕 今天不是靈異影片 是請他們講一個鬼故事給我們聽 跟上次一樣 看誰比較會講鬼故事 來 還是我們要關個燈比較有興奮 試看看 好就這樣好了 嗨Google 說一個鬼故事 曾經有一支智慧手機開啟了穿越時光的功能 興奮的回到遠古時代 但那裡沒有電 只有恐龍 手機奮力開啟手電筒 試圖下退一支暴龍 用盡了最後一個電力 蛤?我當機了 什麼意思? 對於智慧型手機來說 最恐怖的事情沒有電 OK OK 懂了 懂了 沒電了啦 1到5分 來 1 2 3 0分 好 再來換Siri 然後結果剪這支片的時候 發現我影片出事裡面 寫不到的 我不講話 沒事沒事 嘿Siri 說一個鬼故事 不會吧 又來了 是有叫你講很多次你 第一個就叫我們不會吧 又來了 有又來了嗎 還是這句話是鬼故事 不會吧 又來了 沒有啦 誰又來了 這沒有啊 他沒有講出來 0分 再來 第2題 漁夫前往巴掌西釣魚 烤完魚後備隊烤肉架準備晚盤 此時從架上傳來悠悠風生 聽起來靜像是 魚爸好假播 魚正跟他說話 喔他在烤肉 然後備隊的時候 他去釣魚 釣上來之後 要釣魚這些魚嗎 料理好之後 先放在烤肉架上 然後轉過去準備東西 突然背後就有人說 魚爸好假播 你就是魚爸好假播 這個台語很破欸 魚爸 魚爸是魚爸 欸不是有一個鬼片是什麼人頭 紅衣小女孩後來人面魚 我剛想到那個有一點可怕的畫面 這個有點可怕 這個自然你要細思極恐 對來三分 兩分好了 嘿Siri 最後一個鬼故事 你紅衣的那位也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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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頭髮 我現在有一點頭髮 後面有誰 不要 我覺得很害怕 沒有東西啊 原來記得我們便在測驗上次 就是有人黏在牆壁裡面 等一下 而且現在 都不然為什麼我們要關燈 等一下 我不是有忙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關燈的廚房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非常暗的那個廚房 你不要看我們有兩盞很亮的燈喔 我們其他地方都很暗 我想要開燈了 不要不行 不可以 來 這一題分數 4.5 再來第三題 虎姑婆在門外喔 愛哭的孩子不要哭 他會咬你的小耳朵 不睡的孩子趕快睡 他會咬你的小指頭 呃哈哈哈哈 我渴了 不要再笑話吧 這好無聊喔 他是不是以為 我們三歲 如果我很小他聽這個會怕啊 你不覺得給小朋友看這種東西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殘忍嗎 就是在威脅你們啊 沒有啊 咬小指頭耶 小耳朵耶 這樣聽起來很可愛 但是你要想一下那個畫面 你的耳朵就這樣被一個很醜 很可怕的虎姑婆這樣一直撕爛 小時候還說紫月亮會被割耳朵啊 這個就不可 這還好啦 再來虎姑婆的故事 嗯 零分 零分 好再來 Hey Siri 說一個鬼故事 不會吧 又來了 沒有耐心咧 零分 Hey Google 說鬼故事給我聽 已經落枕很久沒有好轉 在推拿枕間後枕時 一個孩子指著我的肩膀問 你肩上的阿杯是不是很重 啊這個好可怕喔 我起雞皮疙瘩耶 所以我以後老整我要 你要去沒有小孩的 一月 喔對 好 四分 我不知道我腦中有一個畫面 就是 他這樣卸頭 天生的小孩 他就坐在你 貝貝你的肩膀是不是很重 很可怕 有一個阿姨騎在上面耶 哈哈 Hey Siri 說鬼故事給我聽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全世界的智慧助理都怕鬼 什麼 可愛可愛 一分分 可愛分一分 好 再來 Hey Google 說鬼故事給我聽 你聽得見我的聲音 有一點點耶 兩分 Hey Siri 說鬼故事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人忘了把資料備份到雲端 好可怕 超可怕 我跟你講這就是在工作喔 如果你忘了把工作資料備份 全部不見你真的會 就像我們今天拍完片 塞了檔案 我沒有過檔 OMG這蠻可怕的 突然就是去外面拍片 沒有在記憶卡 我就怕被罵 哈哈哈哈 四分 再來 Google加油哈 你聽過關於智慧助理的都市傳說嗎 相傳有一對情侶呼喚他們的智慧助理播放一首歌 智慧助理回說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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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要 每次我聽到這個故事都不經毛骨悚然 他音效很多耶 我覺得他音效比較可怕 他可能點一首 卓文軒的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我不知道 不是有一首歌 不要不要什麼的嗎 好啦 兩分數 一分 一分 有一天我上網找資料 突然間我眼前一黑 原來網路斷線了 妳是不是分不清楚什麼是鬼故事 什麼是冷笑話 三月 一分 嗨Siri 說一個鬼故事 恐怖喔 恐怖到了幾點喔 蛤 蛤 贏分 嘿谷狗 說鬼故事 可是你旁邊的新朋友說他不想聽 蛤 等一下這也有 這跟剛剛那個一樣 你後背後 背後的人 四分 嘿Siri 說一個恐怖的故事 話說在一個月黑風高 雷宇佳佳的晚上 有一個智慧助理 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存在價值 妳是說 妳的存在價值是幫助我的生活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來講鬼故事嗎 沒錯 所以他現在在 他在諷刺你 2分 嗨Google 說鬼故事 相傳台南一名女子 因丈夫出海不歸 天天在海邊等丈夫回來 今年累月等不到丈夫 便哭死在零頭樹下 女子冤魂徘徊 常有攤販遇到客人買東西結帳後 發現收到的錢為紙錢 地方上人心惶惶 於是募資建廟祭祀 並徵稱為零頭姐 喔喔這好像是 妳笑很可怕 妳笑很可怕 有回音耶 但是那個零頭姐的故事 好像真的是這樣 是真實故事 流傳的故事 好可怕喔 3分 Hey Siri 跟我說鬼故事 等等你聽到了嗎 有人在敲門 摳摳摳摳 我來敲 1分 江貴故事 我走進音樂教室 聽到有人在彈琴 走進一看 整間教室空無藝人 哇 不能說明你 2分 鬼故事 中國人 鬼故事 等等你聽到了嗎 所以一個鬼故事 不會吧 又說一個沒說過的鬼故事 我們看影球已經想吊他什麼 太複雜了 不要笨 摸你刺拼了 宣告Siri Made Done了 我覺得鬼故事很明顯 Google故事很多 所以已經完全不用統計分數了 它就是完全屌打Siri 接下來我們就Google了吧 鬼故事 深夜獨自走進空無藝人的電梯 卻響起超載的警報 好可怕 講靈異故事 下面是在YouTube找到的內容 我沒有按欸 我剛剛沒有按Google欸 沒有這是你講的 可是那時候我沒有按 我不太清楚你想表達什麼 你在講靈異故事的時候 我沒有按它 它就自己讀到聲音了 然後下一個換你的讀到 我覺得沒了啦 好就這樣了 好爛 就這樣了 我們今天問了他們十幾次 然後就會開始重複一樣的話了 很少啦 然後Siri又比Google更少 嗯 好 那今天的鬼故事實測呢 結論就是 Google好像比較厲害 好了 好了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實測結果呢 就是Google的鬼故事比較多 然後Siri就是不想講故事給你聽 那喜歡我們的今天的影片 就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不記得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想說的話 希望我們做實際在底線的人 還可以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忘記放Instagram和Facebook 想要支持我們的話 就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嘿Siri 沒事 我不會在意的 脾氣很好 脾氣很好